儿子满月当天,我妈包了两万红包,我的婚姻从此走到了尽头,和老公结婚是经历了一些波折的,好在都解决了,婚后我们感情也特别好,还生了一个儿子,公公婆婆打算在儿子满月的时候办一个满月宴,把亲戚朋友都请来,当然少不了我的娘家人。 那天我爸妈和我弟弟弟媳妇都高高兴兴地来了,我妈很爱我儿子,不停地抱不停地亲,笑得乐呵呵的,现场的气氛真的很温馨很和谐,可是谁曾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呢? 那天我妈当着众人的面掏出一个大红包塞给我,她说这是我给萱萱的满月红包,里面有两万块钱,是我作为外婆的一点心意,其他的亲戚朋友一听说是两万块,都觉得我娘家人出手大方,忍不住拍手。 我偷偷撇了一下老公的表情,她没笑,反而表情很难看。 等客人都散去了,我问老公怎么一点都不高兴,她一下子就发起火来,对我大吼道,你心里不清楚吗? 你看你妈包着两万块钱红包,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? 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会这样,当初是说好你这边财力给二十万,有一半算是借给我弟娶老婆的,等到咱们儿子满月的时候,她就把十万还回来。 老公接着说,那二十万是我爸妈辛苦臭的,你妈当初答应也会还一半,咱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没催她,因为我知道她急用钱,才答应满月时候还回来。 可是这都过去一年了,竟然只给两万,这算怎么回事呀? 公公在一旁沉默,婆婆帮着老公说话,小梅啊,你回去跟你爸妈好好说说,把这钱还回来行不? 我说你让我怎么开这个口啊,我也很为难啊,老公说反正必须得你去说,就明天回去。 我一听吓了起来,明天回去,他们今天刚来,明天就让我回去跟他们拿钱,他们肯定也是没那么多钱,才给这么多的。 老公说,到现在你还护着你娘家人,你现在是嫁过来了,得为我们这个家着想,反正你不去拿回来,咱们就离婚吧。 我硬着头皮回去了,毕竟是我妈爷儿无姓,离亏在先,果然跟我想的一样,他们把钱拿给我弟装修了,而且也不打算把剩下的给我了,还骂我说,嫁出去的女人还回来跟娘家人要钱,丢不丢人呀。 我回到婆家之后,老公和我冷战,婆婆看我不顺眼,这几天正闹得离婚,我夹在中间真的很难做人,大家说我该怎么办,才能挽回这段婚姻呀。